原标题奇丑无厌的终敌无言 就是励志女性现在的要求已经这么低了 在虚构的四海八框仙侠剧和清宫戏成为主流的影视题材中 奇丑无厌是一部难得描写战国时代 奇国君主习宣王与他的王后钟无厌的故事 钟无厌虽然文涛武力样样精通 但更惹人注意的还是他的长相奇丑无比 网剧奇丑无厌在上线一时 就因为女主钟离无厌的颜值引发网友热议 让人忽略了女主 实际上还是一位不让须眉的经过 相较于之前几版钟无厌题材影视剧中 依眼部的红色胎记作为貌丑的象征 奇丑无厌里的钟离无厌 从眼睛到牙齿没有一个部位不丑 然而这个版本中的钟离无厌 却比前几版更多了几分感恨感爱的味道 在故事那开始 钟离无厌久后不至奇宣王的提心 就勇敢地带上定情信物 杀到王宫逼婚 随后在燕国出兵齐国之际 还能够出战升秦燕丹公主和驸马 奇处大战中钟离无厌 当场斩杀五星娇魁有志有谋 英勇无比堪称一代其女子如今的大女主剧 虽然时常标榜着女强 但女主的反杀或逆袭成长 依旧离不开其他人的帮助 和这些自诩为女强的女主角们相比 以这样的表现和人物设定来看 钟离无厌 也确实能称得上是一代历史女性 钟无厌的故事 影视化 已不是第一次 奇丑无厌 却将这个阔别影视圈六年的历史故事 重新放到大众面前 钟无厌在历史故事中 虽冒丑却有一颗一心为国的心 向齐宣王觐见 而齐宣王为表自己不耗色 历钟无厌为厚 至于有视钟无厌无视夏营春中的夏营春 其实为虚弱人物 在影视剧的翻拍过程中 齐宣王逐渐被演化为一个耗色贪恶的影视形象 其中最经典的就是电影钟无厌 懦弱好色的齐宣王 由演员梅艳芳反传 郑修文是演的钟无厌 对齐宣王一见农情从痴心 伤心到死心 电影钟无厌更多的是在讲述钟无厌的爱情 从青涩炙热到成熟冷静 影片中钟无厌的变化 同样也是女性在爱情上的态度转变 钟无厌的骁勇善战 敢恨敢爱注定了她是一个奇女子 但她是否是一个励志女性形象还有戴商学 诗书上的勇于表现 自我的钟无厌能称得上是励志 但影视剧里的钟无厌却不一定是 因为在齐宣王好色无厌的形象对比下 钟无厌的为爱奋不顾身的行为 更像是一个笑话齐丑无厌中 钟离无厌的很多行为出发点 一部分来自为国为你的心 另一部分便是来自对齐宣王的爱 齐宣王则是在钟离无厌下颈追杀妖精时 立刻命人封锦莫许飞着毒杀钟无厌 喜欢这样的男人 分分钟就是丧命的节奏 齐宣王对钟离无厌好的时候 也往往是得有求于他的情况之下 不是有事钟无厌 无事下迎春 而是有事钟无厌无事就杀人 如果齐丑无厌的钟离无厌是励志女性形象 那或许是因为在当下影视剧中 矮子拔高个钟离无厌各方面实属优秀 但是他看男人的眼光 不值得我们狗同闻早安和晚安